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2.42温直播 2.42温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战报 恒大2-1 胜花毒4 连设高零建功 杨力与绝杀眼力转 50% 70 50% 0.0027i x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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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D6F V SMTCDNS COM下载 速度 缓冲质量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月10点05本零四秒 播放有水936 001 FCA19A87 AF447G OF45C DB679 B70201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本 战报 战报 恒大2-1 生花独四连射高龄进攻 杨丽与绝杀眼语传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D D0027IX THANK DOUBLE IMG HTTP IN NEWS GTIMG.COM NEWS APP LS 0510678108 6404800 8 视频 战报 恒大2-1 生花独四连射高龄进攻 杨丽与绝杀眼力转 时长约2分42秒 腾讯体育9月2日 逊高龄在世救助 一二三小将杨丽与绝杀 在塔利斯卡和宝利尼奥牙火的情况下 恒大凭借本土球员一转身花 拿到了计划中的三分 这场胜利 将恒大距离排名 第二的上岗只有一分差距 上三一场的情况 下距离帮手果然只差三分 而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42分钟 恒大靠本土球员抢下了13分 土炮这次拯救了恒大 外援三茶及牙火 恒大这次靠土炮 客场意外赋于要派之后 恒大随即开启了刷分模式 面对接夜5-0大胜 塔利斯卡打入一球 高拉特每开二度 而主场5-0拿下全剑 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双生每开二度 高拉特打入一球 三名外援包揽了球队的武力进球 而上轮次第一拿下鲁能 塔利斯卡的每开二度 就让鲁能陷入绝境 高拉特和宝利尼奥的连击 则让鲁能回天罚树 这波在连胜期间 恒大打入了14球 其中外援构陷了12球 在绿山花一役 恒大外援毫无争战亚火 连续两轮均有进球的塔利斯卡 高拉特和宝利尼奥 面对里帅把手的山花城池都难以下口 但大排外援毫大射门靴 本土球员就及时挺身而出 在李学腾送点光林操刀主把的手后 高林在市就主位恒大 翻评比分 而帮助球队完成致命一击的则换成了一一二三小将杨丽鱼 这是几家忙恒大以来的第二球 也是最关键的一球 本土球员为恒大抢13分 高林鞠躬至尾 赛季的前三轮 说恒大靠阿兰毫不为过 不过第四轮做客 面对全剑 阿兰就不冷静走机留一名软红下场 不过那场比赛 恒大靠着高林的制胜球 十打十一的情况 像从全剑主场一比零带走了三分 随后一轮面对五呢 恒大开场就猛攻 然而只有高林在第四分中为恒大取得进球 随后位面冠军的进攻都轮为无用功 连续两轮 恒大都是靠着高林的制胜球拿到胜利 在恒大外人状态无比出彩的情况下 高林的表现并没有有被压制第七轮做客和国安的比赛 余汉超的进球一度帮助恒大取得2比0的领先 在最后时刻崩盘 让恒大到手的三分变为一分 不过余汉超面对国安的剑球未能换来三分 随后一轮主场面对苏宁 余汉超得压上绝杀 帮助恒大一比零起走苏宁拿到三分 世界败进歇期前 恒大之所以陷入颓势 与外援不给力不无关系 高林和余汉超的四立进球直接帮助恒大拿到了十分 而球队总共的积分不过才十八分而已 世界败进歇期后 随着塔利斯卡和保利 尼奥的到来 外援成为恒大最重要的火力攻击点 尽管高林与与斩获进球 邓涵文也有所建树 但绝不是对比赛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胜负进球 直到和缺冰烧将的神话对决 高林和杨丽与两名本土球员联手 帮助恒大拿到了计划中的三分 为让身前的国安和上岗等到好消息 随着这个三分入代 本土球员直接帮助恒大抢下了十三分 虽然恒大其余的二十九分绝大部分只是由外援贡献 但相比国安 恒大本土球员的贡献已经相当给力 附 恒大本土球员关进球 第四轮一比零天津全剑高林进球 第五轮一比零山东路能高林进球 第七轮二到二北京国安与汉潮打入第二球 第八轮一比零将苏苏宁与汉潮绝杀 第二十一轮二战一上海鲜花高林扳平 杨丽于绝杀 国安只能一战万元 上钢土炮抢下十五分 国安的四大万元中 进球最少的索尼亚洛 在中朝这条战线都揽下了八球 而本土球员为球队打入决定胜负的进球则是寥寥无几 第二轮可产二比一战胜苏宁 维世豪为球队首开记录 把坎布将比分扩大为二比零 随后一轮三比零战胜大连 维世豪打入了锦上切花第一球 可产二比一逆转上岗 调成的斑平球极为关键 是国安本赛季本土球员第一次决定比赛走势 国安万元几乎保揽进球 直到第十七轮主场和苏宁的较量 张希哲与林腾龙为国安连入两球 取得二比零的领先 是国安本土球员第一次在球队取胜的过程中成为顶梁柱 与国安本土球员难以左右比赛结果 上岗的情况则要好上许多 而且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横打 第三轮面对复利 无垒上也大肆喜好戏帮助上岗5比2逆转 主场2比1战胜重庆则是无垒和玉海连妹建功 主场1比1战平太达 吕文军为上岗打入一球 如客战1比1战平贵州 则是无垒取得进球 主场3比1击败富力 无垒没开二度 吕文军取得进球 客战3比2击败重庆 吕文军进攻 无垒没开二度加绝杀 加上第21轮1比1战平滑下的比赛 无垒为上岗首开记录 本土球员的进球帮助上岗抢下了15分 下轮恒大棋在主场迎战国安 除了大排来源的直接对话来 本土球员是干当绿叶还是抢当主角也左右比赛结果 最为刺激的就是上岗主场和恒大的对决 上岗的胡尔克和奥斯卡专位队友魏冰 恒大的巴西三叉戟 则是用进球助力球队前进 加上无垒和高林的土套对决 影响比赛结果的因素太多 扎库尼